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有1米35的样子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喜欢晓晴 但晓晴是不是喜欢你 她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她可以直接拒绝我 但是她没有 她总是跟我说她配不上我 她不想连累我 你们觉得晓晴今天会来吗 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有一个男人给你表白 不管行与不行 我先过来听一听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女孩不会来 首先她们身高上面是有差异的 这个女孩肯定是有这个自卑的心理 她可能之前会受过这个感情的这个创伤 因为这个身高方面的这个差距的话 对她心理造成了这个一个心理阴影的感情 姚明高难道姚明也找一个2米2的吗 身高根本就不是差距好吗 我知道她是先有喜欢的感觉 后面她才会往后想的 如果她没有的话 她不会讲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姑娘有可能都没有往这方面去想 她只是很单纯的客户关系 你们的思想为什么那么复杂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男孩喜欢这个女孩 人家没说要到结婚谈婚论嫁的地步 在一起而已 但是我现在说的也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 你能够去克服这个女孩的自卑心理吗 关于感情我觉得真的是没有界限的 但是婚姻可能它涉及到很多的方面 我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 相爱是一时的 可是你们相处是一时的 其实她从头到尾内心就是很自卑 她没有办法接受 说跟你在一起之后 周围人的眼光怎么看待她 结合不合适 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不要在乎别人看什么 你是否真的介意她的身高 真的不介意 来请现在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我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小新今天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我会站在这舞台上告诉她 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做我的女朋友 我希望她有一天会看到这个鞋鞋 我会让她知道我真心 她会继续 对 那如果小新来了之后拒绝了你 她说 我并不是介意 我与你的身高差 而是我根本对你没有感觉 你不过是我一个普通的客户 你怎么做 如果她真是这样的话 我希望我会祝福她 你会祝福她 我深心的祝福她 好 如果小新答应了你 你老板不愿意把你调到广东去 什么办法 辞掉工作 辞工作 对 如果小新说 对你确实是有点喜欢 但是她当下的最大的任务是要出国 你会等她吗 我也很有可能跟她一起去 你跟她出国啊 对 你有点太冲动了吧 她出国去打工 你能干什么 我要保护她 如果小新拒绝呢 不要你保护 我要独自的去国外闯荡 你要等我你就等 那我会等她 你会等她 对 小伙子还是有点不成熟 有点吃的 好 总而言之吧 勇气可嘉 看看小新今天会不会来 让我们一起倒出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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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23 谢谢 你的了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朋友 你给大家坐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小琴 今儿二十五岁 来自广东广州 你知道今天来干吗 我看了他很多留言 信息 我知道如果我今天不来的话 他肯定还会继续找下去的 所以呢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他 我配不上他 你哪儿配不上他 对 你哪里配不上我啊 你说一说我是不是在骗我 嗯 不是骗你的 我希望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新的开始 就这个难受 有动过心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三个字已经很燃明了 我来问问小琴 你自己内心想的是什么 我以前也有过这么一段感情 也有一个正常身高的男朋友 我们一起去逛街的时候 走在路上 很多很多很多的一样的眼光 后来那个男孩子选择放弃了 可能他压力太大 但是给我的伤害很深很深 我悄悄地问你一声 原来的那个正常身高的男生 在最开始追你的时候 他是否比当初的那个男生更艰巨 是的 但是现在不代表以后 现在他可以很冲动地跟我说 他不会孤立那些 但是 这不保证以后 嗯 以后他也会这样子 你们大家看见了吧 他是曾经受过这样的伤害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顾虑 但是谁也无法保证 明天会发生什么 你也无法保证 匆匆那年十几年 谁又知道将来的感情 是不是一场匆匆呢 是吧 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 但是我认为人毕竟要继续 感情必须要来 上一次的问题 这次未必会重复出现 但我们定能够接受教训 思考成熟一些 我们这样我们不管别的 我们先好好想一想 或者好好听一听 他会说些什么 来先站到你的位置 接下来是林志强的告白时间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我们之间差距 年龄 身高 这些跟爱情有关系吗 只要彼此在一起开心 只要彼此用心的去爱对方 这就够了小学 你会把这个机会留给以后的人 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呢 我不想再重来一遍 我真的很伤心以前 我现在我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我们以后也会像以前一样 那难道你找一个像你正常身高的人 他以后就不会伤害你吗 只有我们正常身高的男人就会伤害你们小姐 你不要这么想好不好 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女朋友呀 相信我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女朋友 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 要是没有我 你会过得更好 没有你我才会过得不好 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吗 是你一手把我从里面拽出来的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答应我 我真的不想给你压力 你给我带来什么压力 你不要总结在这个问题上好吗 配不上 我知道你帮了我很多 我真的很谢谢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这样一个朋友 但是我们也只能做朋友了 小琴 你现在只需要担心一点 你到底喜不喜欢她 我不知道 那没有拒绝就是喜欢 在一起 永远一点 我真的很爱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真的很希望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呀 感谢观看 我也很喜欢她 要心目的 很喜欢她 不幸 与我 好 并 重 我 我不能 好 这 我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